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英王查理斯案计划接受潜力线手术 术前探望楚飞凯特县关系亲密 台湾赤字开发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以抗衡中国政治与文化影响力 经济困难重重 中国绝大部分省市下调2024年增长目标 加诺萨特须学校明年并入天主教小学 让听障学生走进主流小学 AI竞逐 中国不满英伟达阉戈板芯片 自力更生呼声再起 请大家收看 英王查理斯案计划接受潜力线手术 术前探望楚飞凯特县关系亲密 星岛日报 总结 英国王储查理斯三世在周五接受了潜力线手术 手术后情况良好 在手术前 他还特地去探望正在同一家医院休养的儿媳凯特 显示两人关系亲密 这一举动被认为显示了皇室成人的团结程度 查理斯三世在手术后感到欣喜 并感谢向他送上慰问和祝福的人士 台湾赤字开发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以抗衡中国政治与文化影响力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政府计划投资174亿元新台币约合5.56亿美元 研发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知识和工具 以减少中国对台湾的影响 其中 政府还将耗资740万美元 打造台湾自己的人工智能对话引擎泰德 以满足商家 银行和政府机关的需求 台湾希望通过自主研发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和对话平台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并确保信息安全 台湾在全球人工智能研发方面已经扮演重要角色 推动本土人工智能研发将进一步提升台湾在全球人工智能研发链上的地位 台湾的研发者希望通过本土人工智能工具和成果 让台湾在软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最终产品将确保安全的处理和储存名单信息和数据 并将其保存在台湾的服务器上 经济困难重重 中国绝大部分省市下调2024年增长目标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31个省区和直辖市公布的去年经济增长数据和今年的增长目标 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小于预期 去年中国经济增速为5.2% 低于设定的目标 今年大多数省市上报的经济增长目标也低于去年 中国决策圈内人士估计 中国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还会设在5%左右 因为房地产衰退 民营企业弱势和国内消费疲软将继续拖累经济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消费需求疲软和房地产危机 中国经济可能很难达到以前的增长速度 已经有27个省区市公布了2024年GDP增长目标 其中只有5个高于去年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地方政府下调2024年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是 2023年的经济增长较高 得利于2022年的数字极低和2023年的异后消费反弹 同时 12个债务负担沉重的省区市的增长目标也下调 中国国务院已责令这些省区市放缓或停止一部分基建项目 收缩开支 防止债务危机恶化 房地产市场下滑 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再加上外部不确定性的增加 地方政府刺激经济的能力大不如以前 加诺萨特需学校明年并入天主教小学 让听障学生走进主流小学 联合早报 新加坡特需学校加诺萨学校将在2025年 与加诺萨天主教小学合并 让听障学生能够在主流学校接受教育 这项重组计划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 并将于明年开始实施 重组后的加诺萨天主教小学将成为一所主流小学 为听障学生提供正规教育 并给予他们沟通方面的支持 学校的学生将以听力正常的学生为主 同时也将包括被诊断为听障的学生 这一举措旨在培养一般学生的同理心 并建立一个更强大更丰富的社区 两所学校将密切合作 确保重组过程顺利进行 并为所有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体验 AI竞逐 中国不满英伟达阉割版芯片 自力更生呼声在起 美国之音中文网 全球AI芯片巨头英伟达NVIDIA 在过去一年内 为了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 只能对中国客户供应低接 AI芯片 然而 这种阉割版芯片的算力大幅降低 中国买家聚传反应冷淡 开始寻求替代方案 据报道 中国的AI企业界正在兴起 自研芯片替代的呼声 希望能够摆脱对英伟达的依赖 这对英伟达来说可能带来极大的压力 因为中国市场约占其全年营收的两成 为了规避美国的芯片管制 英伟达已经为中国市场设计出 第二代降规版AI芯片 然而 据报道 中国客户近期对这些阉割版芯片的反应冷淡 一些中国企业 如阿里巴巴和腾讯 不再购买英伟达的芯片 转而寻找其他替代方案 分析师预计 在未来五年内 中国云端企业对英伟达芯片的采购比例 可能降至50%至60% 这可能对英伟达今年在中国的销售 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AI企业界开始呼吁自研 AI芯片替代英伟达的产品 虽然中国的AI芯片 在算力方面不及英伟达 但一些中企已经接近英伟达的芯片算力 然而 中国企业还面临一个问题 即缺乏向英伟达的成熟生态平台 使得开发各种AI应用变得容易 然而 专家表示 只要中国企业大量使用国产芯片 并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 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尽管中国企业寻求替代英伟达的芯片 但专家表示 中国要在AI芯片制程和生态系统打造方面 迈过这个难关并不容易 他们认为 即使中国企业有能力自研 AI芯片 也需要花费5-10年的时间 才能建立起类似英伟达的开发平台生态系统 此外 中国新创公司在这方面面临很高的困难和失败率 因此 尽管中国企业可以通过间接渠道采购高阶AI芯片 但自研芯片仍然是一个出路 总体而言 中国AI发展在芯片自主研发和生态系统打造方面 仍存在一定的劣势 然而 中国拥有一流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他们可能会通过创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时 中国也在加大投资 努力打造独立的半导体产业 以减少对进口芯片的依赖 交通部将探讨 逐步结合成人和优惠车资卡票务系统 联合早报 新加坡交通部正在考虑 将成人储值卡和优惠车资卡的票务系统逐步结合 目前 这两套系统分别由独立的储值卡式票务系统支持 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徐方达表示 他们将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结合 例如 在现有卡过期时让用户转换到新系统 并发放新的卡 交通部将与其他政府机构和业界合作 寻找解决方案 此外 交通部也解释了为何年长者和学生等优惠车资卡用户 无需过渡到新系统的原因 承认储值卡和优惠车资卡是两个独立的票务系统 年长者最担心无法在下车时看到车资和卡内余额 因此决定保留优惠车资卡的系统确保他们不受影响 交通部还提到了新一通过渡计划的准备工作 包括市场调研和用户测试体验 根据反馈 他们对新一通应用进行了改进 包括简化登记程序 提供推送通知 允许用户不设立账号也能查看车资和卡内余额 并优化售票机的功能 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10万名乘客下载了新一通应用 并有近14万名成人乘客和优惠车资卡用户转用了该服务 至于优惠车资卡系统的寿命到期后的处理方式 交通部将征求公众意见 并考虑能否找到解决方案 确保乘客能在地铁站和巴士上看到车资和卡内余额 徐方达 4000万元提升成人储值卡系统 可需用至2030年 联合早报 新加坡政府将投入约4000万元 用于提升和维护一通卡和Nets万节通卡的成人储值卡式跳舞系统 这个系统的寿命将在今年到期 但经过投入资金 系统将能够持续使用到至少2030年 然而 2030年后是否会进一步延长系统还有待确定 这取决于政府能否找到解决现有技术问题的方案 以便在使用新一通服务时 乘客仍然能够在地铁闸门和巴士约卡器上看到车资和卡内余额的信息 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徐方达表示 政府低估了一些乘客对及时显示车资和余额的需求 这是他们的判断失误 对此他向乘客道歉 他还表示 重要的是为乘客提供选择 并将尊重他们的选择 继续提供最能满足需求的系统 徐方达指出 由于成人处置卡式跳舞系统的寿命将在今年到期 所以必须及早做出是否沿用系统的决定 如果要继续使用系统 就必须购买新的硬件和设备 并考虑到维修和运营费用 这笔4000万元的投入将确保系统使用至少到2030年 徐方达表示 政府原本计划停用成人处置卡式跳舞系统以节省费用 但根据乘客的反馈 他们决定不按原定计划行事 目前 约三分之二的成人公交车资是通过新一通系统付款 国际法院要以色列采取紧急措施 防巴勒斯坦人遭受种族灭绝 联合早报 国际法院发布临时措施 要求以色列采取行动 防止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遭受种族灭绝 根据法院的措施 以色列必须提供便利 让人到援助进入加沙 解决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困境 然而 法院没有下令以色列立即停火 这一裁决是根据南非向国际法院提交的诉状 指控以色列违反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而做出的 国际法院的判决为 最终判决 具有约束力且不得上诉 然而 法院没有执行命令的机制 因此以色列是否遵守判决还有待观察 战事方面 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发动袭击 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 美国已与以色列建立渠道 讨论对乙军在加沙造成平民伤亡的担忧 美国 以色列和埃及的情报官员也将在欧洲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部长会谈 讨论加沙地带停火和释放人质的问题 新洲双向旅游需求激增 多家航空公司已添航班 联合早报 总结 新加坡与中国宣布互免签证后 相关航班和旅游配套的预定量激增 各航空公司计划增加航班频次和航线以满足需求 新加坡航空将增加往返上海和北京的航班 东方航空将增加上海往返新加坡的航班 Trip.com的数据显示 预定量大幅增加 旅游热度将持续增长 中国游客在春节期间来新加坡旅游的预定量增长超过14倍 新加坡的免签政策将吸引更多游客和演唱会观众 沙利文曼谷会晤王毅之时 解放军海空军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战备警寻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国防部表示 星期五有23架次的解放军战机在台湾周边空域活动 其中13架次的战机逾越了传统的台海中线 这一事件发生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捷克 沙利文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会谈期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王毅将在会谈中表明中方立场 台湾国防部表示 台湾军方当天使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警戒 派出海空军任务舰机并启动暗机导弹系统进行试气应处 北京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但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解放军将常态化组织有关军事行动 并表示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 解放军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1月举行的双边峰会上 试图稳定双边关系 并同意恢复高层交往和两军交流 但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沙利文与王毅的会谈是拜习峰会后美中持续高层对话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其中的重点之一 美国希望北京在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就职前保持克制 避免台海危机 而北京则希望华盛顿约束赖清德的政治表态 赖清德在竞选期间表示 他当选总统后不会宣布台独 并愿意与北京进行对话 路透独家 中国调整立场 要求伊朗约束胡塞武装的行为 美国之音中文网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官员向伊朗提出要求 希望德黑兰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过往商船的行为进行约束 这表明中国对胡塞武装的立场正在发生变化 红海航线承载着全球约15%的海上交通量 胡塞武装的袭击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 无可避免地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这次要求显示了中国对维护红海航运的重要性的认识 报道还指出 虽然中国对伊朗很重要 但伊朗在加沙 黎巴嫩 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都有自己的代理人 在也门也不只是胡塞武装一支势力 因此伊朗在决策时需要考虑到自己的区域联盟和利益 此外 中国对伊朗的制裁给中国提供了以低于市场价购买伊朗原油的机会 这也是中国对伊朗在红海问题上发生的原因之一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国呼吁停止袭扰红海民用船只的行为 敦促有关方面避免给红海局势火上浇油 共同维护红海航道安全 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和国防部发言人也分别发表类似的呼吁 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曼谷会谈时也将讨论这个问题 这显示出中国希望通过与各方合作来解决红海问题 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上达曼 新闻特殊关系由几代人建立 下一代领导人需延续与更新 联合早报 新加坡总统上达曼表示 新加坡与文莱的关系特殊而重要 这是建立在几代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基础之上的 他强调了两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并表示下一代领导人也必须延续这份关系 上达曼还谈到了新加坡在面对地缘政治不稳定时的外交政策 表示新加坡必须积极地与其他国家进行接触 表达自己的观点 并找到维持和更新关系的方法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 也强调了年轻部长们对新闻关系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原则 他表示要通过合作领域建立信任 并将这种信任延续下去 他还提到了李显龙总理 在一次访问文莱结束后 对年轻人和领导人强调维持新闻关系的重要性 总理公署部长兼外交部和教育部第二部长孟里奇博士表示 新加坡与文莱的关系被形容为特殊 这反映了双方在各个层面为建立这种关系所付出的努力 他自己也和许多文莱人建立了私交 并表示每年开斋节都会访问文莱 这反映了新加坡对这种关系的重视程度 总的来说 新加坡与文莱的关系建立在多代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和信任之上 这也是两国关系特殊之处 这种关系的维系需要新加坡领导人和年轻部长们不断投入时间和精力 通过合作领域建立信任 并将这种信任延续下去 新加坡必须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 与其他国家保持接触 同时找到维持和更新关系的方法 这种特殊关系也体现在个人层面 许多新加坡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与文莱人建立了私交 这进一步加强了两国关系的深度和广度 尚达曼 以总统传统与非传统角色 积极促进新加坡在海外利益 联合早报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国外访问时 不仅扮演了传统的国家元首角色 还担任了各种国际机构的主席 他表示 无论是传统还是非传统角色 他都将积极为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服务 去年新加坡通过修宪法案 允许总统和内阁部长以个人名义出任国际机构职务 尚达曼指出 担任国际组织主席时需表达独立意见以确保公信力 并表示 这些角色都是为了促进总统职责和国家利益 尚达曼近期的两次出访 都结合了国家元首的传统与非传统角色 包括促进双边合作或发表演讲 以及在国际机构发挥作用 他表示 这些都符合新加坡更广泛的利益 孙卫东访朝鲜与朝官员会面 同意加强各层级战略沟通 联合早报 中国副外长孙卫东 在访问朝鲜期间与朝鲜官员会面 双方同意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传统友好和务实合作 这次会面是为了庆祝中朝建交75周年 并在今年启动中朝友好年的系列活动 双方一致表示要维护 巩固和发展好中朝关系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这次会面进一步加强了 中朝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和巴提亚有人养狮子当宠物 还开车六十 联合早报 泰国巴提亚一名女子 在家里饲养小狮子当宠物 并让朋友驾驶场捧车 在小狮子兜风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引起争议 泰国野生动物保护局已介入调查 发现该小狮子来自佛同府的一个农场 但目前还没有完成文件转让手续 因此女子并不是该狮子的合法主人 根据泰国法律 人们可以饲养狮子 但必须遵守相关规定 否则将面临刑事指控 此次事件引发了民众的担忧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目前 泰国全国共有38人登记拥有224头狮子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